南华名人坛 还要有策划行政科技宣传等幕后支援 南华名人坛节目将访问在南华潮剧社里举足轻重的人士 让大家对南华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您知道吗 在南华潮剧社里边 还有一个于2019年12月开幕的杨启林潮州文化研究中心 已故潮社先前杨启林先生 18岁的时候从中国南来 是一位白手起家的成功商人 更在书画收藏界影响深远 成就非凡的他 不但将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理念 做了最好的体现 更将这难免可惠的精神 留给了他的两位公子 杨启华先生和杨启群先生 今天南华名人坛第一集 秀海楼传奇 我们就请来杨氏兄弟 给我们谈谈他们父子三人 是如何与南华潮剧社结下这不解之缘 两位要介绍你们好 好 那大哥杨启华先生是杨启林潮州文化研究中心的顾问 杨启群先生则是南华的第一属理主席兼属理社长 也是杨启林潮州文化研究中心的主席 首先再请问大哥杨启华先生 令尊是怎么开始对书长书画有兴趣的呢 我父亲在18岁的时候跟我祖母刚来 那时候是身份人 那么在世界二次大战之后 他得到贵人的提拔 处前邀他进入公司做伙伴 经营这个运营主场的贸易 那么做了一两年生意非常好 很稳 那么到韩战之后 因为原料加个软战 所以赚了一笔钱 然后我父亲呢 他一向来对这个中国历史文学 非常有兴趣 虽然他是很忙 不光他都抽空 晚上阅读一些中国文学的历史文 那么在五十年代的时候 刚好有一位朋友是做这个产业的经济 他就有一个海边的物质要卖 找他去看 他看了说这个很好 他就买下来 买下之后呢 因为这个 这个海边的物质有几个环境 所以他想应该拿来储藏书 跟画 所以就开始 每个礼拜 周末 抽时间去参观这些书记 那时候有什么上海书记 有什么中华书记 有什么中华书记 他就去 去验读这些文学历史 那么 碰到这个中华书记老板 因为跟他看得很好 所以就变成很冷 那么这位先生呢 这个老板呢 就介绍他一些这个 中国书画 给他认识 给他了解 那么他有兴趣咯 就去研究 那么后来 书记也有一些人来拜华 画家的 还是些什么 学者 介绍人士 所以就变成朋友 那么呢 进一步呢 他又去参观一些 新加坡的画廊 去看画 看一些画 那么也 开始买一些 来希望的 来家里 欣赏 那么当然是放在海边的 这个 这个 住家 那么他都会 每个 一半一天都 邀这些朋友 这些 学者 画家 到这个 别署 来参观 喝茶 研究 所以就慢慢 这个兴趣 就 越来越浓 那么那时候 就因为 这个 这个范围就越多 你跟外人来 所以就认识很多朋友 报教 像 陈宗队 跟他 非常好 所以就 他 过了一两年 这个陈先生就说 不然你来出一本这个画车 然后我回去就答应他了 嗯 说 这个好主意 让你 需要你帮忙 那么这个 陈宗队 就说 因为这个 褥子在海边 向他去 取名为这个 秀海楼 哦 就是秀子的秀 海边的 秀海楼 那么秀海楼 这三个字呢 在后来就成为 海内外说话收藏界 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那么 这个秀海楼 当年有开放 对外开放 也有人在参观了吗 除了那些啊 业界内人士 啊 没有 不过那时候 几乎每个礼拜 都有很多朋友来 因为 因为这个 这种啊 艺术欣赏 很少啊 嗯 就是 这些人的画家啊 传给他朋友啊 传给这些 老师啊 教授啊 都来参观 哦 那如果有人看中了 他想跟您 父亲共门 当时他会割案呢 那时候 都没有人就说 我来 就是来欣赏 哦 当时是欣赏 嗯 那么 想请问这个 就是弟弟啊 杨敬群先生 令尊前后 大概收藏了 多少书 你知道吗 其实他 对书画有兴趣 是在四十年代 嗯 当他的那个 啊 生意开始有一点 起步的时候 嗯 就啊 交涉了很多朋友 嗯 那么那时候啊 在朝界方面 很多都是 收藏家 都是以朝人为主 哦 比如啊 陈思初啊 刘作仇啊 他们都是朝人 所以他 所以就更有意的 啊 接在一起 是他有交流 还有很多名画家 都是啊 陈文熙啊 陈中瑞啊 都是朝周人 所以他们都是常常聚在一起 这样他们就可以给产了很多兴趣 还有 有一次 孙悦偶尔 因为有 生意人来拜访 刚好他 啊 就买了几幅画 就掉在办公室 嗯 原来这个 这个三人就 安常是图画 这样就 反正是 那时候画很便宜嘛 就是送费的 送费的 对 最后就 把这个画 交给他之后 他就跟他签了一个 生意 生意就这样做起来 他就觉得这个画 是可以来 他 做了他的生意的 那个交接 对对对 所以他就对画就更有兴趣 那时候就开始收画了 哦 那么他到了 应该他就收画 就从他四十年代收到他 啊 或是人来钱还还继续收 嗯 所以他应该是 数量是蛮可观的 嗯 大概多少一个数字 应该有啊 渐进签 签负吧 那你提到这个四五十年代 新加坡很多潮州人 很喜欢收集这个 书画 当时真的是潮州人最多呢 比起其他区块 当时 当时的就是到现在了 认为三个最大的长家 就是 陈之初 啊 牛爪筹 跟 啊 这三个都是潮州人 啊 难怪你刚才说潮人潮人 可见当时这个收藏这个树画 对 是很潮流 哎 这种潮流 明画家也是潮流 啊 这个潮流 真好 那么呃 您夫妻收藏的最特别的是哪些 这些书画里的最传商 他收藏的书画是很很很广泛 啊 明朝清朝还有近现代 还有很多书画的专 专业的书画家 不过以他 我认为 因为是最有能注目的就是 习飞龙的啊 啊 六潮人私益图啊 实际上 因为是习飞龙的 培生的一个主要作品 他是在新加坡创作的吗 他是 他这个是 在 在中国创作的 是在新加坡啊 专业的 啊 当时 但是习飞龙 啊 啊 根据那个记载 是有画了三张 这个 啊 就有潮人私益图 嗯 一张就是在啊 墨斯哥的博物馆 哦 一张是在台湾的私人厂家 就是目前 目前 一张就在新加坡 在你家 哈哈 那么 既然这么多的书画 有没有曾经出发这些书画展之类的 书画展是有翻过好几次 不过 讲几个比较 就是我们有在啊 潮州博物馆 展过一个啊 啊 潮州界的一个展 嗯 也有在啊 亚洲门语馆 展过一个 精明浮华 哦 还有就是在这两年 刚刚展出的 就是在啊 国家啊 啊 艺术馆 展了一年的那个啊 啊 我附近的一个 一百多啊 六十多站的那个 啊 哦 所以让公众人是来参观 哦 那么啊 这个大伙杨语华先生 呃 请问一下您父亲啊 杨启琳先生 是不是曾经慷慨的捐赠书画 来协助一些啊 啊 筹划的活动 啊 啊 我记得在 呃 七十年代的时候 那个 南大学啊 他有 有 方式的这个 文物馆 所以 所以 我父亲就 很高兴的 答应他 捐赠书 这个 这个书画 嗯 给他 同时 也 出了一笔钱 给他去放置 哦 另外好像在新加坡的 南洋大学 在建校的时候 呃 令尊也曾经 做一些负献的 呃 那所谓的 呃 好朋友嘛 都是商业的 朋友 大家都不想帮忙 嗯 听说他有一笔画 送给南洋大学 当时南洋大学 作为他们的一些文物展览 对 那个是 长期的 哦 你的长期什么 从南洋大学建校一次 到他被关闭为止 都一直送给他们 对 一次 就是那个时候 他们刚才建 落城之后送给他们 对 那后来这些画 我们都知道南洋大学 已经关闭了吧 这些画 花落合家 南洋大学 哦 可能是在南洋大学 关闭之后 曾经有一段时期 是联合校园的时候 被转去了 国立大学 所以目前 你们确定是在新加坡 国立大学 可以看到这些画 对 对外开放 国立大学 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 你们看过那些画 他们有 拍摄的 看 因为你们目前居然有 很小 对吧 那么 请问一下 你们的 你们俩 又是如何延续 这个父亲 收藏 书画的兴趣 因为 我们跟父亲在一起 好像他们一个周末 跟这些画家 这些学者 这些画老板 他们交流 可能都有在身边给他 所以说 这样 被听伦 都遇见 这些内容 有一些密切关系 所以 在他 去世之后 这些关系 还是延续下来 而且他们都一直跟我们联络 有时候 所以说 能 借 紧张 什么之类的 所以到现在 一直没有断 而且我们 对这个 这个 这种事好 非常赞成 你们一直要做下去 延续下去 延续下去 所以你们的书画 这个修墙的知识 也非常丰富 就延续给父亲的兴趣 那么令尊 他非常热爱的中华 我们的传统文化 大力的支持 这个传统戏曲 你们是潮州人 当然他自己 应该也非常喜欢这个潮剧 请问他自己会唱潮剧吗 他是 欣赏潮剧 那个唱 欣赏 他这么支持 一个是这样 他有很多朋友 在香港 那么 香港都是一些乡下的 从这个 中国过去的 那么这个 香港一个好朋友 他是 这个 香港 新天才 潮剧团的 这个团长 他就跟我 所以我们把这个潮剧 来 来 介绍我现在跟我来演出 嗯 我过去也是 就 答应他 就整个团 反而 大概我现在跟我来演出 演出很久了 他们都一个半夜 哦 一个半夜 而且那时候我的 反应非常好 就是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 反应非常好 那么一次做成功 有第二次 第三次 所以我做了好几次 那时候就是 潮剧最出名的这个 这个名字是 那个 陈求贵 陈求贵 对 对对对 那时候 那时候很多这个 还拍电影 对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很热 我们也多去看 对 一个人会去看 两三场 哦 那后来又是怎么支持 新加坡本土的潮剧 我们就是 赞助嘛 他们有一些 现在都叫潮剧社 像南华潮剧社 什么 因为他们有一些 周围什么 会训啊 他们也住啊 我们都有赞助 嗯 自从你父亲开始就赞助南华 到现在是 然后你们两个也许一生 是的 那 呃 他是在 安妇 安妇出生的 安妇那边很多亲戚朋友 嗯 那么都有 都有联络 那么 因为 很多这个领导啊 都有在社交反问 所以就 成了 朋友 嗯 后来有个好友嘛 就是提议说 在乡下 开一个学校 给那边的学生啊 因为乡下不是很勤 所以他也就 辛兰德拜议了 跟那个朋友合作 盖了这个小学 在安妇 潮州的一个地方 一个镇 安妇 一个镇还是厢 一个是厢 厢 安妇厢 安妇厢 盖了这个 永世的小学 永世的小学 是七十年代初 哦 那实在还在文革期间 对 这是第一间 那么第二次就是 另外的朋友介绍 提议 说要设立这个 学生的这个奖学金 那是在九十年代 嗯 也是在 在安妇 是这个 每年帮发 几百分奖学金 奖学金 给他们的学生 嗯 是长期的 长期 长期 那么那个 永世小学 因为 过来的时候 成就了 他要放心 所以 他的领导人 找我们 叫我们 资助去放心 我们在 2005年 过去 看了 确认是 真的要放心 所以我们也是 出钱 去跟他放心 一些装备 的电脑 就是 给他去 过来 相信 不骗 相信 一切都上手 哦 是的 这个教育 真的是很重要 尤其对这些 鄉下的涵地来说 那么 我们知道在新加坡 杨婷先生 也 除了积极推动文化之外 也非常热心工艺事业 那么想请杨应群先生 先谈谈 他捐助一些医院的设计 好不好 捐助医院 医院 因为医院是一个直善机构 所以直善医院什么 有酬款 他都很乐意的去 去赞助他们 支持他们 也有在一些直善医院 有他们的一些 董事啊 还是重要职务 就是帮忙 帮忙把这个医院 搞好 平常可以赞助的就赞助了 他赞助过使用一些医院 他 赞助医院 他通常是 就是有些医院有手法 好像 冯基医院 还是 其他的实善医院 只要他们都有来写信 还是来打电话来要求 他都会去 很多医院去赞助 他们可以赞助他们 是吗 看来你们的父亲对你们的影响是非常深的 尤其是对这个收藏书画方面 咱请你们谈谈 令尊对你们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请大哥请谈一下 我父亲一直跟我们讲 说我们做人要诚实 一定要诚实 做生意也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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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 这个名语很重要 有了好多名语 才能够 尝语 这个操作 你的生意 对不对 所以他说就是 做人要这样 做生意 就是 最主要是说 要 要朋友 好像一些人 一些伤人 得罪 可能你自亏了 也 不要去 帮助医院 应该给他一些机会 因为人都没有四圈四圈 都会放床 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 给人下一个机会 让人死了 改过 这样才会长久 大家和气 和气 和气成长 对 这是要宽容 除了讲求诚信之外 做生意宽容也很重要 每一个人都有遇到 打瓶颈的时候 就要给人一些机会 是马上再重新在 那么杨义群先生呢 我记得是 早期我父亲 实际上都跟我们讲到 因为70年代的时候 那个科技会讲话大 他们做生意 都是用天话 还是用口头 他们都是 就是 也有时候也略合同 就是用口头 这样做的就算了 成性 对 所以他就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如果 在做生意方面 就是一定要有成绩 就是应该我特别所讲的 就是 我诚信讲的时候 你就要记住这 而且要承诺 要记住这 这个 你所说的话 除了在做生意方面的一些影响 维员代言处事方面的影响 维员代言处事的话 就是说他 就交代我们 跟每一个人都是要 有朋友 很友善的 对每个人都是要 一样的方向 那么我认为 我做他最大的影响 就是因为我 在 年轻时候 二十几岁 都是一直跟他 跟他一起 跟他一起 在一起看话 所以 影响最大的就是 啊 继承他的 就是 通常树画 而且 认识一些树画的 那个朋友 这种 这样才能够使我们 产生对树画的兴趣 因为这个东西是要培养的 但是要要一个长时间 跟他 跟这个人 啊 啊 教育就 才能够 啊 有兴趣的去学 所以我认为他的影响 表的影响最大就是 培养了我这个 啊 对树画艺术的兴趣 哦 那收藏树画的兴趣 那你觉得 你个人觉得收藏树画 等于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收藏树画 就是你能够看到你喜欢的东西 还是你能够 你认为 有时候因为有时候你喜欢可能 你不一定会收藏到 嗯 可是你收藏到的话 你就 啊 不用收藏到的话 你还要去 啊 考虑到你目前的情况 因为目前因为 啊 社会都很发达的嘛 所以很多东西都都都已经 很简不一样 所以 收藏到一件东西 你就会很开心 而且不 啊 不要去计较他的那个 啊 名气 就是这样长的这样子 对 哦 你觉得就是 能够收藏到一个 你喜欢之外的书啊 就是最大的满足 最大的有趣是吗 对 那么大哥 杨玉法先生呢 我正当时很怕 哦 同样是吧 同样的 同样的感觉 对 那么呃 令尊对你们的影响 能不能回忆一下 从小到大 啊 就是 你的爸爸给你们个别 印象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情 给我们分享一下 啊 啊 他忘的事情太多了 啊 你给讲几件 我们多许多 我讲一个 我给我们讲一些 故事 好 这部屋子 嗯 嗯 就是多年 哦 那么我灵机 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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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好的灵机 也是做这个 一个事例 嗯 如果灵机呢 他事例做不好 哦 不好 那么 那么 他来找 复兴办法 所以可以跟你们 善良一下 这个 这个付款方面 可以延迟一点嘛 所以我父亲跟他 不帮他嘛 说 灵机嘛 你帮他嘛 灵机就 不用马上付款 给他 创工了 一两年嘛 可是呢 过了一年 又是不行了 他又是 也发生这个强益问题 又来找复兴办法 不过其实 不好意思 灵机嘛 就跟你说 办个办法 大家都成熟人 哦 都是同行人 对 你也 不要紧了 那些你应该 放心 我给他 就有办法 嗯 同时呢 我母亲也跟他太太讲 说 如果有一天 你要卖你的物质 希望他都买油 因为有一个币 买过的钱 嗯 他的太太说 好了 我会跟我上次讲 对 可是呢 过了不久 又听到消息了 嗯 这个灵机又是有 超过问题了 所以 可能 会变卖他的物质 我说 我母亲就在跟他一起去 是不是 你是要 要卖这个物质 嗯 他说 没有听到 可是呢 过了几天呢 卖了 哎呦 他也不知道 嗯 他也不知道 我发现不知道卖了 所以我就很生气 不要生气 所以我跟你讲几次了 我们哥比我买 你现在 你卖的不够东西 他也是很生气 那面包 天理 天理 不过呢 过了两天 一个朋友来 来公司做 嗯 他说我要送一个 他说 他说 就是你的 哥比的 人籍物质 嗯 他没卖 帮助我买了 为什么你要买呢 因为我知道 你很希望 买隔壁的银机的位置 嗯 而且我也知道 你的银机 不会卖给你 你的银机 几十年 他不会卖给你 因为是面子问题 所以我就 在注意他的那个 那个 经济三 嗯 一有 一有什么报警 动信 马上就拿走 嗯 所以我就把他拿下来 所以现在这个 送给你 我去卖是送的 送给他 我说 哪里可以送给我 你帮我一个大蛮 可以送给我 我也没有还你钱 所以我父亲付给他钱 哦 是非常要好 非常要好 哇 也是错了 因为可能你父亲之前 对他太好 太好 这个是一个例子 对对对 多一个例子 好的 三个也可以 另外一个例子是 在六十年代的时候 有一个印尼的这个 这个 客户 嗯 他跟我们公司来玩 对 他跟他家里 去吃饭 喝酒 忽然间跑下去 有 死掉 对 忽然间死掉 年轻 只有150岁 40几岁 糟糕 公司来玩 他欠一笔钱 不小 对对 对对 后来没办好 人就这样去世了 嗯 他的这个 这个 出兵之后 他的妻子来公司 撞 他说 我的丈夫忽然间倒闭 我呢 跟生理没有关系 我是教师 不过我丈夫现在欠这个钱呢 我应该负责任 所以呢 我现在欠责 也不欠责 这个欠责就 来 还给你好不好 我 我就说 你是他妻子 可是你没有管生意 你是教师 你没有责任负责 这个账呢 就算了 嗯 不用还 不过这个老师说 那也可以不要还 这个数目这样大 那么这个负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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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 我 大事 有一天 如果有钱 我一定会还你 大事家是广赛人罗 对 新年都有 送离物啊 哦 那么他这个妻子 不久啊 中风 他有负责 负责 负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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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因为 我们都有 这个 来往很少认负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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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啊 嗯 他来啊 他来做荣誉 做客戏嘛 荣誉跟一个女佣 嗯 还有他女儿 来 来了 带门口进来 进到门口 开门 开眼泪 流眼泪 什么事情 他说今天是我最高兴的热门 为什么 因为二十多年前 我丈夫的这个 负责 我今天没过完钱 特别高兴 就是他一直春期叫我 他没有还钱 没有 他说 为什么 我现在期待你送我你有钱 他说 你卖个物质 我房给你比赛 你不要 物质卖了 那天是来还钱 对 来还钱 过了二十多年 这个很特别 对对对 很特别 老师来说 很讲求信 老师来说 一些人比赛 这个很难 现在这个 对对对 好多来不及啊 就是 这个很特别 特别 特别 比赛 还有吗 还有吗 还有很多 还有别特别的 比较好玩的 还是您先说 待会你想起来再说 好 多一个 您先说 我找我费什么 找我费字 你那个 刚好找我费字 打电话来 我说你是谁 他是你什么 这个商人 我说 你要找我父亲 我就去吃饭了 我又电话 我先回来 我说 这个人要打电话找你 这个人 这个人消失三十年了 为什么把他给我玩 他说 他要找你 他马上来 他说 我去做 来了 来了 他是应该八十岁 八十岁 八十岁 没有 六十岁 六十岁 六十多 他带儿子来 他说 三十年前 我给你借一点钱 去做生意 可是我 生意不好 没有办法 三十年后 今天我有一点钱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生癌病 我生癌症 我生癌症 我癌症 所以我要复证 把这个债皇亲毕决 那么我介绍 孩子给你认识 这样 特别 而且 可能那个年代的人吧 比较讲常识吧 要不然 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经验是借钱给人 过后都时辰大 甚至人都不见了 不要说他很主动来付这个债款 真是很特别 那另外一个可能是你爸爸以前对人非常好 你在需要帮忙的时候他就是即使你 所以人家记在心里 这是一种回报 那么弟弟杨颖群先生 您爸爸留给您比较难忘的事情有哪些 难忘的是 其实按那有一个 我这个跟你讲的 但我 因为他讲的都是在三场方面 是 我就 讲一两个跟艺术有关系的 其中一个就是 在七十年代的时候 因为四川省会是有一个 博物馆有收的那个收住院 收住院是很出名的一个 他们做的跟这个人 人形一样大 对 后来他们 有朋友来到新加坡 就搞了我父亲 现在这个人要把这个收住院 变成小型的 做了四套 要分给全世界的 博物馆是平人收藏 所以新加坡就分了一套 所以他们希望我父亲把它买下来 所以我肯定是因为朋友来上来 就帮忙他 帮忙他就把它买下来了 那么在七十年代的时候 因为这个这个收住院 就放在我们的那个 那个海边 讲义海边的那个住家 那么到了七十年代 因为政府要征用我们的 屋子嘛 所以我们就要搬 那时候我父亲就说 没有用的东西全部就把它清理掉 不要了 结果收住院就被清理的 又在拉子房 那么过了不久 一个朋友又来找我父亲的 我说他是卖给你那个收住院 想看一下 什么收住院 他上次不是讲全世界只有四套 新加坡分到一套 哦那个 对我他就想起来了 查一下 安家的时候就要丢掉了 这个是他讲现在是 这个价值已经不一样 所以就快点加价去找 结果从那个垃圾堆里面 再找回来 多久才找到 不久 因为不久之后 好 找回来之后呢 就因为不齐全了 有一些 就是可能少了几个 这个 后来我们现在在南华 南华 南华那个草居社的杨锦琳 国外基督律 就放了那几个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是那是真剂 那是真剂 那是真剂 那为什么不找人去找 防灶这个护灰 这没办 这个是很 这个迷人 在四方整个迷人 他做了四套 鲜事件 不过果然是什么能登场 那时候 我本来就原来没有用 就把他给分 是要想占地方 而且也是刚好扑到这个人回来 要不要来看 不然的话就没了 对对对 人家不熟悉 还有是垃圾 一般的一些雕塑 对对对 这也是很难忘的事情 对对 那你们两出席都是成功的企业家 当初怎么会想要继续您 父亲的这一切 包括收藏说话 支持潮剧 还有热心公益 第一呢 大人 因为有个父亲的朋友 跟我们都有很好的关系 他去世之后 都还是保持他的能力 所以就好像自己的力量 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是继续 这段感情继续这样下去 调电 就是照我父亲做的 这样做下去 做长话 做一些慈善 第二段 是吗 嗯 嗯 嗯 就按我们讲的 因为我们跟我 父亲是很亲近的 关系 而且我们好像 俗话当中 我们一直跟他在一起 就产生兴趣 产生兴趣 然后对于瑞管 其他的慈善机构 因为他都一直在帮忙 而且我们慈善 都跟他一起出新活动 所以变成有感情 产生感情 产生兴趣 都认识我们的 所以对我们有一个沟通 就自然而然的就继承了一切 继续做下去 对对对 那既然已经继承了 你们认为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杨启林先生保留其推动文化的精神传承下去呢 那就是 我们就是 都参加一些大型的这个作品 好像 潮州节啊 我们可以参加 这个 潮局的什么 那些什么 长官啊 去做 协导 有一些 像现在世界的 我们这个会议都是那个举行的 什么华商大会啊 什么 朝人 国体朝人会 什么 在生活也是有举行的 我们也可以配合 推广这个文化 跟这个 这个 传承的这个 这个戏曲 什么 这个方面会是 可以做得到 就是以杨启林 潮州文化研究中心的人去推动 当然也要跟其他 人配合 好像南华 南华潮州客里面的董事记 都是 都 可以 大家配合 一起 推行 是的 那么 你们是怎么样培养 你们自己的孩子 对中华 融化的兴趣 我看目前 孩子都很忙 没有创严的 这个时期 你这样没有多时间 然后多多几年 可能时代也不一样 就像你们那个年代 一起跟父亲的脚步走 现在孩子可能自己又走出来 多多几年 嗯 不过他们 呃 您的孩子呢 对中华文化 会不会有兴趣 来说 觉得有一点抗拒 他略知一二 略知一二 他懂得就是这个 这个中国话 嗯 不过呢 就是他现在时间在创业 所以 没有什么时间 不基本上有兴趣 他有这个 有点基础 啊 可能要多多几年了 嗯 那呃 杨毅群先生 您本身 对 传承我父亲的那个文化 其实好像 例如我们举一个例子吧 就像那个全国学生素法比赛 那个是 啊 八十年代 我父亲开始 啊 这里的那个基金之后 开始举办 那么他在1998年 啊 去世之后 到现在已经20年了 我们还是继续举办 这个全国学生素法比赛 就是以这个 呃 什么名义来 来 去办呢 就是表起林书法 基金 哦 所以没有 就是没有停顿的 还继续在 啊 就传承的 这个文化的 没有断 就是 所以我们 我们继续举办 二十几年嘛 他也办了十多年 所以已经办了三十多年 所以我们就没有 没有间断 现在又 现在我们就 现在还有其他方面都 都在配合 哇 现在南华不是成立的 杨启琳 好多文化东西 嗯 在这方面 我们又可以更好的 跟南华 对的 南华方面 因为南华的种子 其实都很强大嘛 所以很多东西 我们都觉得 走在潮剧方面 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更加强的 很重 对 对我们都知道 这个南华潮剧社 对比较 这个 戏曲新鸟是 故意的余力 那后面的支持 也是靠你们 那么您本身 杨启琳全身 您自己的孩子 对中华文化的 看法是如何 到目前来看啊 他们 像我孩子 他有跟我 这几年 都有跟我到 中国 香港 跟我一起出席 一些 书画的 展览 买卖 他都有跟我一起去 也认识了一些 在收藏方面的人 这要培养 才知道 以后的兴趣是怎样 现在正在入门中 就是初步的认识 但是你们一般上 家里讲话是 会讲潮州话呢 华语 还是英语来共同呢 大陆 华语 潮州话共同 他来讲 他听得懂 可是他没有什么 因为从小 他没有机会讲 从小 你又是这个 哦 最后一次讲 华语跟英语 他有没有想说 想学说的 动机 一两句 一两句 对 您的孩子呢 我孩子 其实我们家人 都是以普通话来 讲华语 对对对 所以一直以华语来讲 到现在还是讲 对对对 哦 也是不会说潮州话 潮州话 他们会听 会听 对对对 然后 对啊 好像我 孩子有一些 有自己传业的 就有教他们 也是培养他们 多一些俗伤啊 然后去担助人家的 活动 会有帮忙 这也是一种传承啊 希望这样能够 跟以前我父亲 这样再传承下去 他们以后就得了 这个习惯 这个是要 给他们培养出来的 嗯 不过潮州话 呃 这越来越少人说 我觉得很厉害 因为我觉得潮州话 是南方方言 最有音乐性的一种 我都本身 虽然不是 潮州人 但是我很喜欢潮州话 因为他真的是很音乐性 很强的啊 也许孩子 嗯 再稍微年长一点 他们会回过头来想 学这个潮州话 说的 因为我本身在教我的 方言客家话 来学都是 三四十岁的 这些人士 都不是客家人 可是因为从小也 跟你们的孩子 都说华语说英语 那么到了一定年 还是想学会自己的方言 也是一种 寻根的一种方式啊 那么你们的孩子啊 从他们的角度 你们知道他们 对你们的做法 有什么看法呢 就是收藏书画啦 或者是 做一些公寓慈善啊 他们的看法怎么样 他们都会上次 支持 他们认为这个 非常好 应该延续 不新的这个 做法 跟做下去 他们也是 道理辞职 他们也希望有一天 他们 跟我们一样 这样做下去 哦 嗯 我来说他们也都很赞成 而且他们 那些穿业 他们每年都是有 有做一些什么 啊 所以他们也知道 他们的爷爷曾经做过 对什么事情 而且上场 他不知道我们开口 这疾患家 做的 都是他们自己做 哦 因为自动自动 那已经开始了 对 传承了啊 那么呃 成立这个杨启林 潮州文化研究中心呢 我知道你们还跟这个 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 对吧 赞助他们一些活动啊 是不是希望这个 年轻一代能够多接触 这些传统文化呢 嗯 这个是最终目的 嗯 所以他们有 社会这个什么 呃 讲学间 嗯 提到这些 学生去深造 去进一步探讨这些 潮州文化 解论文化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 非常好 嗯 这也是长期的合作 跟现在的国立大学 对啊 因为国立大学 他们里面有 这个华文部 有某一个部门 是当我们研究什么 附线的啊 潮州的啊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东西 对啊 我们给他们讲学经的 他们的学生 如果要学论文 还是要 要研究啊 潮州方面 我们可以量一个资助 嗯 然后我们也可以跟 如果大家做的话 对 每年都请他们的那个 啊 教授或是 讲师来 讲一些 考虑的风俗啊 哦 让大家了解 很多人的一个风俗 因为今年这个疫情 造成我们 这个活动都 准备 对对对对 希望明年都够啊 开始 那么除了这个 跟国立大学合作之外啊 你们 杨企临潮州文化研究 给出了新的一些发展的计划 有什么可能 就是未来的一些 发展包裁 我想现在新加坡政府 都鼓励 这些新加坡人去的 参加工工务员 所以现在有很多家庭 就偷猛很多去参加那些 嗯 划烂ī 划烂 这非常好 而且这边有70号 现在3色 所以变成一个心怀,认识好像非常高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方面配合 每个礼拜都找出一些超级演出 跟他们这些同理配合,想断来去给人家欣赏 鼓励他们学生的兴趣,能够慢慢扩充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机会 司机很好的 那没想过,成一些潮州文物馆,文史馆之类的 比较有规模的地方 就是文物馆,就是让人家了解 潮州文化有什么样的文物 有什么过去潮州历史上有什么接触的 历史文物,这些比较特别的风俗习惯的东西展览 这课好像有几个会,已经在探讨 在探讨,所以还有一个明确的方式 在这方面我们是希望许那些学者的教授 来写这个事,关于潮州文化的风俗 研究之后把它写成本书 然后我们就出版,然后再宣传 用文字先记录下来 那些专家啊,还是专业人士来把它写出来 这也是推广我们搜索文化的 所以让大家透过文字多了解 对对对对 那最后想请两位谈谈 你们个人对新加坡滑土文化发展的期许 有怎样的期望呢?这个判断 发展的期许 那期许,并不是什么期许 我认为新加坡政府应该帮忙推动 推动这些好几文化 就是在学校 能够安排一些有关的课程 给他们学生去享受 去认识 能够给他们CCA分数 就是他们参加这个活动 可以拿分数 所以这个是一方面的 那我认为这样做的话呢 久之会应该是非常好的成绩 就是鼓励孩子 透过这个课爱活动 去了解自己的华族文化 从而得知道这个 因为很多现在的小朋友 可能连自己吃潮州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透过学校是很重要的 网易群的 我认为在推广这个华族文化 重要的一部分 还是要有政治的大力支持 我看到近十年来 政府在这方面是做很多功课 下很多功夫 在艺术也好 在那个戏剧也好 他们都是大力的人支持 所以也给资助了很多机构 而且对很多在 那个演出机构 还是在艺术团体 他们每年都有给他们整个资助 就努力他们多多的向外观 而且他们也现在也不只是 纯粹是一单方面 希望是多元化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本身很乐观 对这个 现在我看到 新加坡 新加坡 都 新加坡的人 都是 对这个 艺术 音乐 还有 戏曲 都蛮当注重的 没有提升的 迹象 对对对对 那好 非常谢谢两位 两兄弟的东方 请两代人的书画园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杨映法 及杨映群先生 跟我们聊了这么多 请大家继续关注 我们的南华名人坛 下期的节目 到底是哪一位南华名人 会来跟我们分享呢 敬请期待 8月9号 就是新加坡的国庆日了 那么 南华朝聚社呈现 国庆五十五特会节目 万子千红之 五光十色 五重奏 节目包括哪些呢 就包括了 潮月 潮剧 意大利歌曲 客家歌 马来歌 及新谣等等 8月7号 星期五 晚上8点 透过脸书直播哦 朋友们 不要忘了 下个星期五 晚上8点 和我们一起庆祝 我们国家 55岁的生日 我是李隆德 我们再会 谢谢您 我们做得更多的 我们在一起进化 我们做得更多的 就是 我们做得更多的 一件事 ip 就是 每次